第四十五集 她慌了,徐玲也慌了,手脚都在颤抖 我却觉得很爽,就该给她点教训 头发长见识短的女人,最可恨了 为了一己好物,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她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 她换了药水之后,会对病人造成什么坏的影响 她难道不知道打错针水,会死人的吗 她还真是什么都敢做,做得高明也就算了 天天还愚蠢得不行,眼型的损人不利己 不给她点教训,她都不长记性 可是我们最后,还是没有去掉见空 不是不想掉,而是廖科长来了 徐玲这手速,还真是够快的 只是事情都闹开了,总得有个交代 怎能轻易地让他们糊弄过去 欧阳本是想据理力争的 可被我拉住了,不用咱们动手 自然有人会出手收拾徐玲 果然,不等欧阳开口 吴护长就率先罚难 换药这种事情 不管出于什么理由影响都是极其恶劣的 不仅关乎到病人的生命 更是跟医院的名誉直接挂钩 要是闹开了 怕是有损医院的声誉 所以廖科长一定会秉公办理的 对吧 我明显感觉到廖科长的脸色僵了一下 他也有被人威胁的一天 这感觉不要太爽 他很快缓和脸色 那是当然的 影响这么恶劣的事 自然要查清楚的 不能冤枉任何一个好人 闭口不谈那个坏人 我也就是呵呵了 护士长没接话 他又继续 只是这毕竟是医院内部的事情 还是在我们这个科室发生的 不管孰是孰非 传出去都是个笑话 所以还是要低调处理 你说呢 吴护士长 怎么个低法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廖科长说的话 吴护士长自然是要考虑的 换药的是他科室的人 他总归是有责任的 闹大了 对他影响也不好 他很会识人眼色 一见吴护士长有松口的意思 立马威逼 吴护士长 我相信这事只是 几个别人员的疏忽 都是您一手调教出来的人 怎么会犯这种糊涂呢 然后又利诱 吴护士长身为科室的护士长 把这个科室搞得那么好 如果不出意外 这个嫉妒的优秀科室 绝对是非你们莫主了 这不仅是科室的荣誉 更是跟每个人员的绩效挂钩 依我看啊 真不该为了这件事情 把大伙都给拖下水 他真的很聪明 懂得用金钱捆绑来让每个人都主动包庇着的罪魁祸首 好奇心跟工资 傻子都会悬 科室里所有能拿工资的 此刻的目光都落在吴护士长身上 满是期盼 当然 不包括欧阳 他似乎还不太稀罕这点钱 就是被我死死地拽住了 才始终皱着眉头眉开口 我可不是什么好心 只是觉得为了徐灵这么个没脑子的人 把自己摆到台面上 不太值当而已 虽然看到徐灵偷偷地松口气 然后下巴再次高傲地抬起来的模样心里很不爽 可是令我不爽的人多了去了 他算老几 我犯不着跟他死磕 只是人飞扬跋扈久了 总得遇到几个落井下石的 我没说话 李红梅倒是站出来了 护士长 我觉得廖科长说得很有道理 这是确实不太适合大张旗鼓的调查 所谓家丑不可外扬 我们站不着喂了一颗老鼠坏了一锅粥 老鼠使得言论无疑让徐灵受到了七尺大辱 要不是现在还被人捉着痛叫 以他的个性 早就跳出来把李红梅撕了 护士长点头 大抵是晕了 只是还没说话 李红梅却护得话锋一转 所以我建议这是咱们私底下调查 就当是平时的科室检查一样 找几个专门的负责人调查 也不用惊动寻补 到时候咱们找院长做主就行了 院长二子对廖科长的打击无疑是最大的 他那僵硬的身躯已经出卖了他 看来院长也没有他说的那么信任谈吗 不用买票的信 本以为是动物世界 没想到却成了金刚狼简直不要太划算 徐灵的下巴终于又放下去了 他的害怕不会比刚才少 迫不及待的就要冲出来 廖科长 这是绝对不能惊动院长 否则我就 第一负责妇